檢查報告 研判有心肌梗塞危險 肖瑞彭醫師詳細解釋病情 立即開專診單 關心患者不斷叮嚀 擔任心臟內科醫師 行醫30多年 肖醫師一直在故鄉彰化服務 其實我一兩歲的時候 我爸爸就沒辦法走路 也是會想說 以後可以長大以後 可以從事醫療這方面 可以幫助更多人 中午看診結束 肖醫師每週固定 帶著太太回老家 陪母親吃飯 三個人一邊欣賞大愛劇場 一邊聊天 肖媽媽一個人拉拔 四個孩子長大 儘管高齡86歲 仍然耳聰慕名 反應動作都很快 做環保20多年 每天自己騎腳踏車 去環保站 心情很好 媽媽是資深環保志工 肖醫師受媽媽影響 也加入慈濟 並投入仁醫會 每個月固定中章頭巡迴疫診 健苦之苦啊 看到別人的那些痛苦 就非常 就是會讓自己 覺得自己是很幸福的人 我們的基台 也是要繼續下去做 做主席 做輪醫會 行善行孝不能等 肖瑞彭醫師 嗜母至孝 更伴随母親 同行慈濟菩薩道 孝心善心 令人感動 大愛新聞 張規端林欣宏 彰化報導 努力